光复乡垃圾掩埋场连线届满之后 积极向商争取设置垃圾转运站计划 经过环保局鼎力支持 获得还管储2000万元经费要建制 抢快抢时间的乡公所 目前完成招标作业了 没有问题的话 乡长林清水表示 在6月中旬可以动工 光复乡公所清洁队部办公环境 修缮整顿完成 焕然一新之外 对于后方早已饱和且年线已满的垃圾掩埋场 未来去留发展 乡长林清水则是积极向商争取 能转型为垃圾转运站的计划 今年度终于传出好消息 我们是花园县第一个清洁队的转运平台 现在已经我们标注去了 都是在环保局帮忙之后 请环保署来帮我们的忙 所以我们可能在6月中旬转运平台 1900多万会动工 到时候之后我们这些垃圾的转运也好 这些清洁问题会改善很多 在线环保局的权力支持下 获得了中央环管署核定将近2000多万元经费 协助地方设置转运站 动作快的乡公所目前也已经完成了招标作业 希望能进走完成 不仅解决光伏垃圾堆质的问题 也能提供邻近乡镇垃圾战存转运的服务 没有转运平台 因为我们当时规划都转运 到时候就要分类 然后送到我们台领那边去 然后环保我们县府的环保局 有在想说万一哪一天 比如路断掉还是什么东西 有些邻近乡镇的乡镇 那也可以战存 站存在这边 然后路通了 那再送到我们的混合乳去 而目前完成上网发包作业的乡公所 皆需进行动工准备事宜 乡长林清水乐观其成的指出 若没有问题 预计将会在6月中旬就可以开始动工 建置全花莲县唯一一个垃圾转运站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来自中国对从小红 render 去你